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4日以色列總理萊塔尼亞湖宣布下一階段即將到來後 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明說 計劃從海陸空發動對哈馬斯的全面攻擊 伊朗威脅以色列如果在加塞的行動繼續下去的話 將不得不進行干預 真主黨和以色列軍隊在黎巴嫩邊境爆發戰鬥 BBC報導說以色列軍方聲稱 在數十萬預備疫人員的幫助之下 以色列國防軍計劃發起一場涉及空中海上和陸地部隊的進攻 以色列地面部隊和軍方後勤領導層正在為 以色列國防軍部隊擴大戰鬥舞台做好準備 以色列國防軍的營和士兵已經在全國各地進行戰略部署 以提高戰爭下一階段的戰備狀態 重點是重大地面行動 以色列國防軍星期五發布了紅外線陸像 顯示了他們對企圖從黎巴嫩 越過以色列邊境的武裝分子實施打擊的場景 以軍發言人說 黎巴嫩真主黨向以色列瞄準了大約13萬枚火箭彈 黎巴嫩軍方指控以色列是前一天邊境跨境攻擊的幕後黑手 導致一人喪生六人受傷 但是以軍表示 他們擊斃了數名試圖從黎巴嫩越境的恐怖分子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阿德拉伊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黎巴嫩政府對從黎巴嫩對我國主權發起的每一次攻擊都負有責任 任何試圖越過邊境進入我們領土的人都將被殺死 儘管美國、阿拉伯國家和聯合國等呼籲真主黨 不要參與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 但是該黨副秘書長卡西姆在13日在一場集會中宣誓 真主黨已經完全準備好 等到成熟的時候將會採取行動 為戰爭做出貢獻 在當日上午 伊朗外交部長艾密拉多拉安也到訪黎巴嫩 和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會面 伊朗通過聯合國渠道向以色列發出信息 威脅說如果加沙戰爭繼續 伊朗將進行干預 如果伊朗直接或間接介入 例如通過敘利亞的激進組織 或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全面加入戰鬥的決定 以哈戰爭將會演變成一場地區戰爭 在這星期 美國向中東地區派遣了一個 航母打擊群等軍事部署 試圖威脅衝突在該地區進一步蔓延 在14日 以色列再次轟炸敘利亞阿勒普機場 這是中共好友阿薩德獨裁政府控制的 較早前 以色列摧毀了一個哈馬斯戰術地道 引爆了藏在地道內的大量用於製造火箭彈的炸藥 大約60至100名哈馬斯恐怖分子喪生 此外 世界多國仍就以哈衝突舉行抗議示威遊行 德國警察在柏林 逮捕了一名拒絕垂巴勒斯坦頭巾的 反以色列抗議者 印度新德里正在舉行一場支持以色列的遊行 法國警方逮捕了參加巴黎一場 被禁止的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的人 法國關閉了哈馬斯電視台 在13日哈佛校長蓋伊表示 哈佛大學尊重言論自由 不會因為有人發表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論而受到懲罰 以色列的億萬富翁 伊丹奧佛和巴蒂亞奧佛 曾經為哈佛金乃迪學院上次募捐活動 捐贈了超過2,000萬美元 在哈佛大學對哈馬斯大規模屠殺以色列平民 造出令人震驚的反應後 他們剛剛宣布退出學校董事會 美國億萬富翁對中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 要求公開支持哈馬斯學生的名單 向他們列入華爾街的黑名單 旭頓商學院巨額捐助者馬克羅文 公開呼籲捐助者關閉支票簿 近日哈馬斯發聲明說除了伊朗之外 還有一個神秘國家支持哈馬斯行動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 東亞學系終身教授張平發推文分析 哈馬斯實際上是威脅這個神秘國家 如果這個國家想放下哈馬斯 就會將它做過的臭事暴露出來 現在這個神秘國家面對的問題是 要如何救哈馬斯 大規模軍事援助也運不入被封鎖的加薩 爭出兵的話又要面對慘重的損失 推特帳號Jean Lee也表示 哈馬斯的幕後支持者犯罪一項錯誤 就是沒有對哈馬斯約法三章 哈馬斯屠殺以色列平民的行徑 將事情徹底罵大了 美國有多位公民喪生 還有十多人處於失蹤的狀態 而美國必定會為此採取行動 美國也確實派出了作戰用的航空母艦 和負責營救成為俘虜的美國營的特種部隊 另外歐洲幾個主要國家 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 都有公民在此次恐怖襲擊中喪生 除了俄羅斯外 其它國家是北約的重要成員國 一直和美國站在一起 而這次更加會 哈馬斯高層和基層的行傳者 一定會將幕後主使交代出來 10月14日 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湖抵達加沙邊境 視察並探望士兵 發出了一段他自己和以色列國防軍成員交談的短片 暗示即將到來的戰鬥 據霍士新聞報導 內塔利亞湖在社交媒體上指出 我們的戰士在加沙地大 在前線 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在短片裡他問部隊 你們準備好進入下一階段了嗎? 士兵回答說是的 他說下一階段即將到來 以色列已經召集大約36萬軍隊 並在加沙邊境集結部隊 在同一天 阿拉伯天空新聞 引用以色列國防軍的消息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開始第二階段的行動 擴大行動範圍 並開始地面攻擊 美軍從美國和阿拉伯國家的基地 空運了幾百枚JDAM 支持以色列國防軍 約旦則向美國空軍飛機開放軍事基地 為以色列提供軍事支持 哈馬斯鼓動其支持者 13日在世界發起暴動 瑞典街頭的哈馬斯支持者 在街上橫衝直撞 意大利米蘭街頭出現反以色列抗議活動 在德國難民支持哈馬斯 被德國警察逮捕 德國的警察局長說 你千辛萬苦地離開了充滿戰火的你的祖國 我們收留了你 你公然支持恐怖份子哈馬斯 在這個國家 支持恐怖份子是要坐牢的 你這麼狂義地支持他們 我們會滿足你的願望 讓你用實際行動去支持 扣留15天之後 你將會被遣返回到你的祖國 日本民眾在東京色谷聚集 為以色列人民打贏反恐戰爭祈禱 一位沙地阿拉伯人向巴勒斯坦人呼籲 你們就是一群無事搞事的 無所事事又手好閒的人 天天拿狗糧到處惹是生非 有人說 巴勒斯坦人是過街老鼠的時間到了 12月13日 摩沙特領導人 大衛·巴爾尼亞代表以色列政府公開宣言說 如果伊朗和俄羅斯再膽地向哈馬斯提供武器 莫沙特將忠實履行自己的職責 不惜代價 不擇手段地追殺伊朗和俄羅斯總統 以及各級指揮官 無論他們藏身在哪裡 為謝格拉特24日爆料說 14日 不明身份的戰機 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之間的 布卡梅爾邊境口岸附近 襲擊了伊朗軍事車隊 外界猜測 這是以色列的空襲 就在哈馬斯被困得水涉不通的時候 伊朗外長訪問敘利亞 但機場跑道被炸 俄羅斯外交官被殺 在13日這個時候 中共外長王毅突然說 北京將派特使到中東 向架沙和巴勒斯坦人提供緊急人道援助 Twitter帳號Fact News認為 這是去中東向哈馬斯傳遞重要情報 另外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國政府的政策是 要給無辜平民一個留下架沙的機會 目前正在與以色列和埃及在對話中 以色列能源部長說 除非哈馬斯釋放全部人質 否則電閘不會打開 水龍頭不會開啟 沒有一輛油貫車 能夠被允許進入架沙 卡塔爾等國試圖通過埃及拉法口岸 將援助物資混入架沙 受到以色列空軍警告性轟炸 說釋放人質就會恢復電力 糧食和燃料供應 這一切都取決於哈馬斯 而不是以色列 但哈馬斯官員竟然聲明 平民不能逃離架沙 因為離開的將永遠都回不來了 開闢一條安全通道 如果我們的人民離開家園 人民與我們都不會同意 Fact News 指出 他最後一句 同14億人民不會答應 如此類同 人民是黨的同場鐵壁 牽連受罪的永遠是人民 分析人士認為 以色列國防軍會首先促清加沙地帶北部 將這裏變成安全區 然後允許南部的居民 在因別後前往北部 這樣就能將哈馬斯等武裝留在南部 屆時在南部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 就能集中消滅哈馬斯等武裝 又能盡最大可能減少平民的損失 大批加沙居民 無理會哈馬斯要求留在家的命令 紛紛拖家大口 逃往加沙地帶南部 聯合國車輛離開加沙地帶北部 向南 前往加沙南部 看猶尼斯斯 以色列13日發出公告告告解加沙民眾 不要充當哈馬斯的人盾 越來越多的加沙民眾逃離家園 但即使是逃到南部 也沒辦法進入埃及 埃及政府再次拒絕 為加沙難民開闢撤離通道 而約大外交部逆境的話 不會容忍任何把巴勒斯坦人 從加沙遷移到埃及 並企圖把危機轉移到鄰國 有人質疑說 穆斯林在阿拉伯世界 舉行大型集會以支持巴勒斯坦 為何阿拉伯鄰國 或石油資源豐富的阿拉伯國家 都不願意接納巴勒斯坦難民 時政推主Alex Chan 認為 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地帶 實際開展地面作戰時間 要比遇上的晚 但更為踏實 如果以色列國防軍想大規模進入加沙 並長期佔領改造和重建 就必須要求在完成所有動員部隊的武裝、 整備和訓練之後再大規模投入戰鬥 這個時間可能長達一個月 所以日夜轟炸將一直持續下去 直到確認條件安全而成熟 14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共最高外交官 王毅進行了通話 布林肯要求北京利用他在中東的一切影響力 阻止其他國家和組織捲入這場衝突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表示 兩人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一小時通話 布林肯認為阻止衝突蔓延符合美中的共同利益 眾所周知 中共和伊朗有著密切的貿易和政治關係 而伊朗就支持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組織 真主黨是黎巴嫩激進組織 可能開闢針對以色列的第二條戰線 哈馬斯發言人加齊·哈馬德告訴BBC 伊朗在這次襲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中共外交部星期六發布的聲明 沒有譴責哈馬斯的恐怖襲擊 只是援引王毅的話 中方反對一切傷害平民的行為 譴責一切違反國際法的做法 王毅似乎還在暗批以色列的自衛攻擊 中共在以色列租集事件上的立場 引發美國和以色列的譴責 13日以色列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以色列對北京就以色列租集事件的言論和聲明 心感失望 中共沒有明確和毫不含糊地譴責恐怖組織 哈馬斯對無辜平民實施的可怕屠殺 以及將數十名平民綁架到袈裟的暴行 時政推主Alice Chan認為 對付不說不得的恐怖分子 以色列的策略確實更加適合 首先居逐所有當地居民 能夠讓游擊隊浮出水面 變裸泳成為無水之魚 再全面封鎖分區包圍 逐屋、逐室、逐人搜查和篩查 甚至背景調查 再利用反恐數據庫 也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最新發現 哈馬斯開始設置奴障 企圖阻止求生的袈裟居民 向南疏散 確實擔心沒有了同場鐵壁了 我們來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曾經主持央視的足球之夜 和天下足球的《斷圈》消失幾個月之後 14日中共官方說 斷圈或涉及之前的 中國體壇反腐案件 消息一出 立即衝上微博熱手第一名 據多名知情人士向財新網透露 斷圈涉及4月落馬的 國家體育總局奧運備戰辦公室原主任劉愛傑案 具體原因或斷圈涉嫌向劉愛傑行賄 以謀取成立 備戰北京冬季奧運 奧林匹克運動會 匯跨項跨界選材等工作的相關利益 除了主持足球節目之外 斷圈在2006年至2014年期間 擔任過三次足球賽事解說員 2015年斷圈離開央視 同年12月轉行電子競技 加盟萬達集團董事長黃建林兒子黃思聰 實際控制的北京香蕉計劃體育文化有限公司 擔任法人及CEO成為一名體育商人 網友他們紛紛議論說 想不通一個足球解說員向一位賽艇體育主管行賄 中國足球界各種領導、教練、裁判該進去的進去了 這下好了,連足球解說員都進去了 如果在監獄辦個足球賽,贈用全部齊了 也有網友說 很多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計劃的中國運動員 是從體操、田徑等大項目裡選材招來的 如果你想轉到奧林匹克運動會計劃並順利獲得 在家門口出戰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機會 那不是要給負責人足夠的好處嗎? 尤其在大量毫無競爭力 但必須有人露面的弱項上更是如此 斷圈通過行賄,拿到成籃備戰北京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跨項跨界選賽等工作 其中的游泳超乎想像 另外,足球反腐敗風暴還延伸到包括冬季奧運、 籃球、田徑、賽艇等領域 清華大學化學院體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 曾於2017年指出 在中國競技體育一些項目上出現了 給你上拿金牌,不給你上你沒名的誘惑 以及不花錢就難入選的潛規則 這個不僅違背體育道德,更是在挑戰觀眾的智商 中南財經精華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申申也曾經披露 中國每有賽事,體育主管部門都會收取不少的審批管理費用 但不提供實質性的服務 在國際上,奧運會、NBA等賽事都是非政府機構舉辦 根本沒有官方審批這種說法 入籍南韓的冰球選手唐那說 在中國,我永遠沒有機會 中國冰分球協會並不是通過選拔賽 而是提前指定有潛質的選手進行集中培育 浙江省前體育局局長陳培德則指出 競賽中的腐敗不是個人行為 往往是集體行為、組織行為、政府行為 近日在恆大創始人許家印被捕 被桂園創辦人楊國強急賣私人飛機後 又傳出京東董事局主席劉強東被捕的消息 對此,京東火速上線否認並說已經報警 但仍然引發外界猜疑 在13日,京東發言人官方微博發文闢謠 引起網絡熱議 網友留言說 本人在哪裡啊? 這種回應太蒼白無力了 高調現身一次,謠言自然就不攻而破 有種掩耳導靈的意思 也有網友說 估計是真的 許家印一開始時也是全闢謠 在美國時也是不承認 好像他在美國被捕那次 又是公司第一時間出來闢謠 沒想到被當地警方一個通報被反闢謠了 當日京東股價一早在港股開盤 遭遇到今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一度暴跌超過15% 創今年以來的新低 除了京東系其他公司的股價也下滑 之前在8月 一名位於美國的網絡用戶 發佈了一張豪宅的照片 並附帶文字最述為 某電商大佬的美國豪宅 在評論區中 該用戶聲稱購買者是劉強東 根據當時的爆料 這座豪宅的建築群的住宅面積 達到13,500平方英尺 價值是1億3,900萬美元 隨後 多名網絡網際用戶也轉發了這條消息 引發在公眾對劉強東 在美國購買豪宅一時的廣泛關注 儘管京東官方否認這件事 但劉強東2018年 美國明尼蘇達州性侵事件後 包括推特、微博到小紅書等社交平台 都有帳號 刊發在明尼蘇達州偶遇劉強東夫婦的消息 並指劉強東和妻子 人稱奶茶妹妹的張澤天 在這裡逛一家商場 而當時很久沒有露面的張澤天 也已經懷孕 民間不由猜測 張澤天在美國產子 另外早有消息傳出 劉強東家族在海外有房產 不過 劉強東曾經捲入 2015年在悉尼的一宗性侵案 京東官方第一時間出面否認這件事 但沒想到2022年開庭前一天 案件出現反轉 律師團發出聲明表示 劉強東和當事人已經達成禍解 禍解金額達到千萬元 劉強東在微博上向妻子指歉 表示自己期待即將迎來的小生命 更加承諾 未來會更加珍惜和守護好家庭 而張澤天就發問回應說 人生總有風雨 但時間永遠向前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再會